哈囉,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我們今天要來繼續玩我們的夢幻居宅改造王系列 那上次我們的長長,我們的長哥變成大狗狗了 他現在是成全,所以說我們可以幫他穿衣服 還可以帶出六狗,超棒的 多了很多新的野玩功能 然後再來,上次我們的C,還有跟Nick 在雪地之間有了他們兩個的初吻 所以只有他們關係會怎麼發展呢?不知道 那再來我們這次,準備要去改造教秀的夜店 是的,今天九點開始 好,那我們在上班之前,我們先來幫我們的長哥穿點衣服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我突然發現他還有鬍子耶,太好笑了吧 這是鬍鬚嗎? 有眉毛有鬍子,超好笑的 好,我們先來幫他加一個 要來加個項圈嗎?幫他帶一個項鍊 來個蝴蝶結如何,這蠻可愛的 來個藍綠色嗎?還是來個粉色 這也好可愛喔,粉色跟黑色點點 我還有這種隔吻的耶,感覺太有氣質了吧 黑色們該來的隔吻的喔,我感覺我喜歡點點的 我們用個粉色好不好? 要來戴個帽子嗎? 戴個蝴蝶結在頭上,太可愛了吧 有點好笑 其實我在想啊,可以在頭上戴蝴蝶結的狗狗 他們到底怎麼樣可以讓牠不掉下來的啊 這感覺超容易掉下來的吧 尤其狗狗其實不太喜歡在頭上放的東西對不對 這個太厲害了,好好笑 來個吐司嗎? 這個太可愛了吧,我的天啊 誰要烤起司 喔,還有不同熟度耶 這個是烤焦的喔 然後這個是剛剛好 這個呢 巧克力吐司嗎?沒有烤吐司 太好笑了 喔,所以長根可以增加不同的裝扮呢 對了,有很多人問我說怎麼要幫人物多加裝扮 我們在下面這個地方,有個這個加號 那我們點這個加號,就可以幫人物多加幾套裝扮了 不管是寵物還是人都可以 不需要任何的模組 我們幫牠用一個蝦鎬起司的帽子好了 這個太可愛了 不用對不起自己 幫我戴個最小帽子嗎? 其實好萌啊,超級可愛 一樣,我很好奇 它怎麼樣固定的 為什麼會掉下來? 而且我發現到啊 這個帽子它是把耳朵塞進去耶 有沒有 怎麼好像還穿著一個獨角獸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帽子耶 穿帽子好好笑 有種,就是那種西部牛仔的感覺 我們再來給牠穿個衣服好了 來個洋裝 嗚嗚,這個衣服 我們場牠好像有類似的衣服 這個酒紅色,紫紅色 感覺很有實感 還就來個小碎花 這個牠喜歡嗎? 喔對,我們好種小毛衣 這個超可愛的 喔,這個 我們給牠穿這個好了,這個太可愛了吧 這個是那個 小老鼠的連線衣 那個 我的第一隻成物爆裂的東西 好,我們給牠穿這個好了 這個太猛了 我們穿 喔,還有這種的耶 這種北歐風情圖案的連線毛衣 我們穿這個 然後我想給牠帶帽子 這個也超級可愛的 我覺得我喜歡紅色的 這樣 那散步服也幫我換一下 散步的話要帶個象圈嗎? 我們來個狗狗圖案 然後當個小鯊魚如何 這個有鯊魚的背襲 散步的時候會變成鯊魚 這個蠻好笑的 好,就這樣吧 好,那我們等一下要改造Case 才有一點時間 我們要來傳個訊息給Nick嗎? 要嗎? 要不來傳一下好了 喔對,我們可以傳上次拍照片給牠 對吧 呃,有沒有傳送照片學像 送這個奇怪的照片 不要好了 我還是傳給牠有衣服的照片 對 雖然說現在早上6點啊 所以我嚴重懷疑牠也許還沒起床 等一下我們來吸一個灰塵 我們要保留這個灰塵兔嗎? 還是要把牠消滅 你們覺得呢? 如果保留的話 好處是牠會幫我們賺錢 可是我感覺我們賺錢不應該靠灰塵 應該靠我們自己雙手對吧 不好意思 跟個電話響了 對,就是我說 我感覺我們賺錢不應該靠灰塵啊 應該靠我們自己雙手吧 對吧 所以我們還是把它消滅好了 雖然說有點可惜啊 我們把它吸掉 這邊還有一隻 都把它吸掉 家裡太髒了 這個灰塵累積的速度真的是還蠻快的 喔等一下啊 我們怎麼連走廊的櫃子上都有這個奇怪白色蛋糕 把牠打手掉 對,我突然想到我們的房客呢 佩芬呢? 佩芬你在哪裡? 為什麼不在家? 怎麼搞的 嘿佩芬 等電話給牠嗎? 邀請到這裡 奇怪在幹嘛? 喔佩芬來了 奇怪啊,跑去哪了? 為什麼不睡你的房間? 我們跟佩芬談論未來 跟牠說佩芬 所以 你喜歡你的房子嗎? 你趕快長期租吧 不要租一個月就跑啦 知道嗎? 其實這個房間我想有多租給幾個人 如果說之後還有其他房客來的話 我們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想看一個房間到底可以堆幾個人 看那邊同時租給四個人之類的 不知道,到時候我們來試試看 哇,佩芬發生什麼事情了 怎麼感覺還過得非常的精彩啊 還去打架嗎?還是怎樣? 還去探險 他臉上有傷痕欸 對了,這裡可以邀請室友 把房子租給別人的 是大學照片付的 好,那我們走吧 我們去改造教授的夜店 不過我在想啊 這功能是不是有點bug啊 要不然佩芬為什麼不在家裡 哇,原來教授開的夜店是溫登堡 冰海這間 真的咋的 教授果然生意做很大 早上九點來到夜店 他在嗎? 不知道 下海下雪狀態,旁邊還有結冰欸 好美啊 有種蕭條的美麗感嗎?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 果然是教授啊 他說你好 我是代表這間夜店前來 如果你有什麼想知道的 問我就好了 哇,我們久違看到教授狂野樣子 怎麼了? 教授不舒服嗎? 而且還冒綠煙呢 該不會教授昨晚用紅爬吧 是這樣嗎? 而且他們之前關係好像還蠻好的 他們店面就還有那個貼臉頰對吧 關係還不錯 不過教授之前是看起來身體不太舒服 該不會那個來吧 看他一起摸肚子 我們在看啊 看書要用什麼顏色搭配 所以教授 這次你的夜店想改造成什麼樣子 你想改造哪個部分 有電話欸 等一下 誰啊 秋山門 我認識你嗎? 喔對 我們之前改造過他家的兒童房間嗎? 你誰啊 我們的工作啊 真是的 我教授要進去嗎? 好也是外面這麼冷 下大雪 也有可能是外面太冷了 他才不舒服啊 好我們進來吧 對了 如果說不知道的話 其實教授他創了兩種很不同的更新啊 他白天休息很有氣質 比較溫和的就是大學教授嘛 然後到晚上到周末 他喜歡戴假髮 換上這種很比較性感風格的衣服 然後去夜店 他喜歡泡夜店 所以他是非常不同的個性人 白天晚上 然後我想他老公可能不知道了 可是他竟然讓我們的西醫 看到他的這個面目了 他不怕我們跟他老公說嗎? 呵 而且完全沒有想到 教授不只是喜歡跑夜店 他自己還開一間夜店呢 太誇張了 教授說他喜歡花園縫的裝飾 然後喜歡環宇奢化縫的裝飾 所以跟我們之前改造他的廚房是一樣的 然後他不喜歡簡約風的裝飾 喜歡白色 所以要一個白色的 帶點天然的植物 然後帶點環宇奢化風的夜店嗎? 是這樣嗎? 白色的夜店 好我們來看個情況吧 好我們先送教授離開 喔怎麼了? 教授為什麼在哭泣 感覺他真的很傷心欸 教授真的是非常神秘的人物 感覺他心事成熟 好我們先來拍比復的照片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我們要改造哪個地方 因為我們的預算只有3700 所以並不是很多 我們要改造哪個部分 要改造舞池嗎? 還是改造他的霸台區域 還是要改造我看一下 他樓上是什麼 樓上是就是沙發區 然後在地下室 他們也有個私人的派對區 也有酒吧 然後也有舞池 還有給你意見 可以做奇怪的事情 我們要改造哪裡啊? 那我想我們還是看一下 你們盡量改造我們 剛進門這個地方好了 這裡其實如果我們改的話 效果最明顯嗎? 好來幫我們下來拍照 希望錢夠啊 用錢真的不是很多 這個角度拍一張 雖然我感覺這個夜店 其實原本就還蠻好看了 然後這面長壁也改一下好了 這長壁可以來點設計 然後大台區也幫他改一下 然後拍這面 什麼要來個天然風格的夜店 感覺蠻特別 這邊的座位區也拍一張 好就這樣 來吧馬上來開始 好我們直接篩選 你看花園風還有這個 環雨奢華風 都什麼道具好了 那個環雨奢華風 記得有些還蠻適合 就是夜店的造型嗎? 其實我感覺啊 這邊長壁可以來點垂綠色的食物 你看蠻美的 還是我們要來個樹木 這樣 這樣其實也蠻美的 有一種巴黎島風型 喔對我們的廁所女神雕像 這個太適合了 放在這裡 陪大家跳舞 好放這邊 還不錯 還可以來個廁所男神雕像 我們今天男神來兩隻好了 瞬間變成羅馬風格 欸對我突然有靈感了 我們可以放柱子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來點這種羅馬風格的夜店 應該蠻特別的 啊可惜我們不能加場 便會回來 所以變成說如果放柱子 上面有東西怪怪的 好可惜啊 沒想到這兩個柱子超適合的 有種羅馬風型夜店 感覺很特別 上面有柱子是很怪怪的 對吧 超可惜的 還需要自己加板子啊 突然發現錢快賣了 這雕像是不是很貴啊 一隻多少 廁所女神雕像 一隻 一隻655 廁所男神呢 一隻600 這三隻就18001900了 我的天啊 好要不然我們暫時先不要管 這柱子的上面 會長什麼樣子好了 我們現在來看下面的部分 要來點這個牆壁上的長圈塵嗎 怎麼樣 放在這裡 什麼鬼 他不給我放欸 真假的 為什麼 為什麼放大不能放 所以我們不能放在下面 直接放在上面 欸真的耶 他不讓我放下面欸 我的天啊 好吧 如果只能放下面的話 我們放這個可以嗎 喔這個都不能放 那我到底可以放什麼 要放這麼高才可以 好這樣也可以 好這樣子 還可以吧 勉強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看 然後我們這裡再來點植物 因為他喜歡植物的花園風裝飾 然後喜歡白色嗎 來幾棵草 這樣怎麼樣 要DJ他也是 給他來幾棵草 喔我知道了 因為這個案子 他建制我們只能改造一樓 所以說這裡 他嚴格起來算是地下一樓吧 可能不算一樓 所以我們才不能放東西 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這邊場地放個大瀑布 突然發現我們先400塊 錢圈超不夠用的 然後這面也放一些植物 然後這椅子我覺得不夠花園風啊 換一下 好這款椅子是要喜歡的 所以左右各放一張 這樣 喔我們還有這個場地轉石 哇這又超出樓層了 放大不行 這樣 呵 客戶喜歡啊 沒有辦法 用來盡量滿足客戶的喜好嗎 喔這個鬼祈小間的地板 是屬於懷愉奢華風 真假的 所以他喜歡這種地板嗎 這個配嗎 我試試看喔 這個好看嗎 喔 有種科幻感 其實我覺得啊 這地方我們可以弄一個小的花園 因為他不是喜歡花園風嗎 所以這裡可以弄一個花園的感覺 室內花園 應該還蠻好看的 然後我在想這裡我們可以加個噴泉嗎 可以嗎 試試看 不行 所以噴泉不能碰場地是這樣嗎 我沒有都不能加噴泉好吧 噴泉可能屬於別的樓層了 我們可以用這個奇怪的藤蔓 感覺還蠻適合 再來點小花小草 再來幾顆石頭 而且我突然發現啊 這個地板為什麼積雪啊 這邊該不會是在戶外吧 這上面該不會沒有屋頂吧 等一下我看一下 有啊有屋頂啊 所以這個地方是漏水嗎 水都漏進來了 天啊 那這個熔岩燈 也像他喜歡的風格 放一個在這裡 感覺還蠻有夜店風情 然後露絲桶換個地方 露絲桶幫他放到霸台去好了 然後這一塊下原本屏風 我覺得蠻有看的 幫他保留 有別的顏色嗎 幫他用白色 然後他喜歡白色嗎 然後地板我想幫他鋪塵白色石頭 這樣 瞬間有羅馬風情了 好那這裡我沒加兩個柱子 然後我突然覺得這個位子 很適合有兩個大型的華麗吊燈 這樣看 變成高級酒吧的感覺 再來一次覺得 如果我們的吊燈種類可以多一點就好了 要不要每次用那幾種 然後這個角落放個大盆栽 原本就賣掉 這個多少 五十塊 就這樣個一樣 然後牆壁也幫他改成白色 這樣看 越來越有亮的感覺了 我覺得其實它原本這個有錯色的設計還不錯 我想要保留 等一下紅色地方我們再換別款了 這邊長壁我們不能塗 我突然發現 欸真的欸 所以這邊長壁穿二龍不能塗色 太可惜了吧 為什麼我們可以塗這裡 可不能塗這裡 這什麼奇怪的設計 然後這個紅色地方我們塗一個這樣子嗎 這樣有看嗎 還不錯 還是拿個黑白相見 黑白相見還蠻有特色的 好那這裡也稍微塗一下 可是一樣過來這裡就不行了 它這個判定的範圍真是有點可惜 然後下面的酒吧區域幫他塗一些地毯 這樣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周圍可以塗石磚 他喜歡石磚 這樣整體的造型就比較一致 好那我發現這個桌子就是他喜歡的風格 說明椅子換一下好了 我們桌子可以保留 我們椅子用這款怎麼樣 感覺還OK 然後燈一樣也換成他喜歡風格 這款 這個酒吧風格變得好特殊 其實我覺得有種高級感 是我錯覺嗎 我覺得有種高級感 好那具櫃子也幫我換一下好了 我想要換錢這款 這款我超喜歡的 在吧檯也我們也換成他喜歡的喔 這款 突然發現我們錢好多喔 突然有3000多塊 因為我賣了一些東西 好那我們樓上吧檯區放點沙發 要不然都沒有地方坐 好再來放點小邊桌 然後我們再來個熔岩燈 這熔岩燈超美的 其實我很喜歡的 其實這樣看看我突然發現 這一款 可能比剛剛那個植物更適合 如果需要讓我們放的話 可以耶 好那換成這一款好了 我覺得好像更好看啊 然後顏色我們換成 跟整個夜店的風格 一隻這種藍色跟紫色的感覺 欸還不錯耶 我還蠻喜歡的 那這一面也換一下嗎 不過我發現這一面好像不太能放了 又會打到樓梯 除非是我們用最小的 最小的感覺還沒有架式啊 好吧我們用小的好了 也還OK 其實看到這種風格夜店 所以讓我想到那個John Wick第一集嗎 還是那一集 他去追殺某個人的兒子的時候 那個人就在這樣的夜店裡面嘛 就融合點這種羅馬育場風格 然後融合現代風的夜店 我覺得還蠻酷的 有機會想蓋一個真見亮的感覺的地方 入不出了時間的話 好那我們試下錢 就來買點裝飾品好了 這個還蠻美 也蠻搭配這個風格 喔Roxy傳點訊來說 嘿我聽說你跟Nicholas成為朋友了 他真的很酷 所以原來Roxy也認識Nick嗎 有點驚訝啊 我不像他們認識欸 因為其實他們是不同系列人物嘛 所以應該是平行時空的 好吧他們可能在這個世界裡面認識了 好就這樣吧我覺得差不多了 我們來拍After的照片 好我們從這個角度拍一張 對話我覺得有一種很特殊的氛圍欸 接下來蠻特別的 雖然說不太有取景 我們來加點螢光色濾鏡嗎 好像還不錯 還蠻有種夜店氛圍的 然後這邊牆壁來一張 哇這樣看 這邊牆壁好有感覺啊 還有這個室內花園 跟我們的廁所女神都要上門 然後樓上的吧台區 這邊來一張 其實蠻有氣氛的 好那麼來邀請教授回來囉 希望他喜歡我們的改造 五級這個照片對應這一張 然後這邊牆壁也對應這裡 這個差超多的 然後室內花園 還有我們的霸台區 還有我們的廁所旅行 對應這個 呵 好就這樣 喔教授來囉 這很快 欸教授怎麼走了 欸等一下你不要走啊 我給你看房子啊 他該不會是有課吧 所以跑了 他怎麼辦 我們還沒有揭曉啊 大大 可以扣他回來嗎 欸教授你離開太快了 蛤 不能 他說客戶正在等候 設計結果揭曉 所以我不能聯絡他 我的天啊 他走太快了吧 我剛剛原本想要 嘗試用作弊的方式 把教授扣回來 可是沒有辦法耶 還是你開俱樂部嗎 弄俱樂部把教授弄過來 喔 閒啊 好我先隨便弄個俱樂部 叫做客戶群 然後嘗試把教授弄進來 希望可以這樣過來啊 如果不行的話 我會很傷心啊 那麼很想看這改造的結果 拜託可以 過來吧 開班聚會 怎麼樣教授 你要來了嗎 拜託告訴你來了 喔 來了太好了 欸不過我發現 我們不能點他 選擇揭耶 真的耶 我們現在移動都不行了 我的天啊 有bug嗎 啊 啊 好幸好我剛好存檔 所以我們再一次一次 希望這次可以成功啊 希望希望 拜託拜託 超希望看到這些改造的結果的 被我花了很多時間跟心思在佈置 弄了一個多小時啊 教授不要走 趁他還沒走 趕快點他 然後選擇揭 啊幸好 剛剛就是太慢了 嘿教授 不准走啊 不要走啊 拜託 我不要再讀書了 教授還是不舒服耶 可是幸好他應該沒有要走的意思了吧 應該吧 我說你看 來幫我們進去 帶你看 準備好了嗎 遮住你眼睛 來我帶你 帶你走樓梯不要跌倒了 我還要瞬間移動上來了 怎麼樣教授 喜歡的新夜店嗎 融合你最愛的花園風 還有他喜歡的寬雨奢華風 欸他要去哪裡 有囉 白色的 我期待這麼久 結果白色的 我們要讀取嗎 好我跟你拼了 我會讀取 希望這次可以成功啊 來吧進來吧 拜託可以 然後突然發現C在回憶他上次跟你課的 清醒 有了嗎有了嗎 有了嗎 好吧我試過了 I tried ok 我已經是兩次都是白色的 沒辦法了 哇 這個before 哇這個after 什麼 我看得到啦 聰明人才看得到 好沒有啦 真可惜 這次現在用到bug啊 原本我超期待的 好沒關係 好我們跟啦啦說你看這個燈 這個燈你喜歡吧 還有這個女神雕像 這個也是你喜歡的風格吧 還有這個花也是 叫他到處看一看 哇上次我幫他裝潢家裡那個伯伯 還傳人訊給我們說 恭喜你先級了 這是你應得的 欸他們兩次的人超好的 我還蠻喜歡那兩伯伯的 欸教授 他怎麼跑到樓下了 怎麼搞的 他該不會躲進去衣櫃裡面換衣服吧 到他上課時間嗎 又換衣服去教課了 跑到地下室真實了 好我們跟他講個笑話喔 看你們多他開心 看起來就是心情不太好啊 好那我們回樓上吧 來再來看這個 這個也是喜歡的風格 看這一坨奇怪的草 他說這裡變化還蠻多的 我已經準備還要談談這些變更了 這個是好還是不好的意思 拉娜 我都是按照你的 要求弄的 不要跟我說你不喜歡啊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我喜歡喔 喜歡到哭出來了 超級感動 太好了 還有緊張了兩秒 好棒棒喔 超棒的 這間夜店真的是還不錯啊 我們賺到兩千多塊耶 天啊 還給我額外錢耶 太棒了 超開心 真的超開心的 好吧進展很順利啊 我們還升職了 拿到新的衣服還有九百塊 太棒了 好我們幫自己拍個自拍的 有個經驗呢 都還蠻喜歡這次的改造 雖然說真的超可惜 看不到那個before get after 教授的背影摸入鏡 還蠻好笑的 哇 教授很開心 我們現在是等級6了 越來越厲害 我們再來看吧 還有什麼case 又有cora了 回頭課 智鴻 等一下 這個智鴻是那個智鴻嗎 是我想的那個樣子嗎 然後Luna又回來了 Luna希望幫她加開房間的 而且她有錢很多 九千塊 還有什麼 還有其他有沒有認識的嗎 啊 Angel 其實這個不行 要等級6啊 所以Angel的要求很高了 不是誰都可以去她家裡裝潢的 有特殊要求 好所以目前我們幾個選項 我們有Cora之前幫裝潢過的那個粉紅色臥室 在海島 還有智鴻的浮誇絕美客廳裝潢 這感覺超有趣的 而且錢很多啊 1900 所以智鴻是 他不是在spot館幫人家做幾下嗎 他是做得到變成了富翁了嗎 要來一個浮誇絕美客廳 又或者我們可以去Luna家裡 再幫她繼續改造 她要砸開房間呢 這個也蠻酷的 可是錢比較少 你們覺得我們要接哪一個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一樣下次再決定好了 好吧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我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後續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紅機 感謝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